之前呢我讲过几期 那么糖和尿素在蔬菜上的一些使用比例 或者说是糖和醋在蔬菜上的一些使用比例 首先呢我想声明 无论这两种哪一个配方 在蔬菜上的增产效果呢 是很明显很明显的 不是说像一些人说的这样的一些配方呢 不敢去尝试 这个呢已经在很多的蔬菜上应用了 很成熟的一个配方技术 比如说在蔬菜啊 这个苗子刚移栽完以后 或者说是在开花前 苯果期都可以使用 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呢 这个稀释倍数呢还不知道怎么样去算 甚至呢好多农民在跟我聊天的时候 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稀释比例 比如说举个例子 在番茄上 在苗子呢刚移栽完以后呢 首先有一个低温的天气 或者是防止病害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糖或者尿素 糖呢主要是红糖 比如说红糖呢可以配比呢200倍 尿素呢是400倍去进行喷雾 那么200倍这个量 我要是配成50公斤的水 这个量应该是配多少合适呢 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公式呢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需要配置这个量 比如说50公斤 我们呢直接去除以 它这个稀释倍数 比如红糖呢 我们把它稀释到了200倍 用50公斤除以200倍呢 算出来这个量呢 然后再乘以1000 这个就是一个克数 就等于呢是250克 实际上呢也就相当于咱们在农业上 比如说就正好相当于是半斤的一个量 同样的就是像尿素 比如说400倍 也按照这样的方法呢 去进行配比就可以 好了感觉视频可以呢 请在下方直接点击关注 随着缓控食肥料技术的发展 在作物上的应用呢也越来越多 比如说以咱们国内来说呀 现在无论是种小麦玉米 现在厂家呀都加入了控食肥的一个宣传大战 可以说这几年控食肥 这个宣传 包括有一些厂家的宣传语做的很有水平 比如说用过一次控食肥 一记都不需要再追肥 举个例子 就拿玉米来说吧 玉米用过控食肥以后 需不需要再去追肥呢 首先呢控食肥这项技术呢 是从国外引进过来的 首先它在国外来说呢 它并没有去应用到一个粮食作物上 仅仅的是只是用到了某一些原铃绿化的方面 而到了国内以后呢 如果说是合格的一些大厂家 那么它做的这个控食肥呢 基本上能够保证后期呢 不脱肥 正确的使用时间来说呢 也就是说在出苗以后 20天左右使用是最好的 但是相对于小厂家 或者说是不合格的 所谓的所谓缓控食肥 我呢就不敢保证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效果 所以说我建议有一些农户所提到的这个缓控食肥 我觉得呢最好还是配合一次追肥比较好 也是比较放心的 而且这个时期呢 追肥这个时期呢最好就是在大喇叭口气使用比较合适 好了感觉视频可以呢 请在下方直接点击关注 马上呢就要进入夏季了 蔬菜种植户们普遍存在一些种植上的误区 从而呢它直接性的影响了一些产量 或者是品质 有些农户呢 种出的产品卖不上价 往往呢就是由于产品的品相不好而导致的 一些种植误区 比如说拿浇水来讲 咱们种植户常见的习惯是什么呢 只要我发现地里面的土层变干了 我就要开始浇水 但是由于呢浇水的方式不正确 直接性的导致了一些生理性的病害发生 所以说本期呢我想给咱们农民朋友呢 来讲一讲在夏季这样的一个高温的环境下 我们怎么样去做好浇水这样的一些工作 我的诀窍呢就是交给你三个字三个步 不要在中午的时候去进行浇水 否则呢蔬菜的根系 因为你这个水量它是冷水 你在浇上以后呢 它根系的周围呢容易造成一些榨根的现象 直接性的引起了一个减产 主要呢就是说白了你根系没有适应冷水突然的过激 第二个步呢就是不要一次性的去进行大水漫灌 尤其是对一些像甜椒啊番茄这些茄果类的 很容易造成一些藕根的现象或者是腐烂的现象 最好呢是小水或者说是大小水交替进行都可以 第三个步呢是不要忽干忽湿 尤其是在挂果器的时候 很容易去造成裂果的现象 直接性的影响品质 所以说呢在挂果器必须的去配合一些叶面肥 比如说是熬核泰的钙肥 以防止裂果的现象 最后呢给咱们大家提一个注意事项吧 我们怎么样的去判断目前我的土壤缺不缺水 需要不需要去浇水 除了我们把这个土壤呢窝到手里面 看看能不能窝成团之外 我们同时也要去看 那么植株的顶端生长的叶片 有没有不平整的一个现象 有没有一个褶皱的现象出现 如果有 那么是需要浇水了 好了感觉视频对你有帮助呢 请直接点击关注 在种植的过程中 有很大的一部分菜农 因为缺少一些科技的常识 它呢主要是不了解一些化肥的化学性质 在用肥上可以说是随心所欲 盲目的搭配 别人是怎么样用 它呢也是跟在屁股后头找着做 就拿尿素来说 在播种的时候 好多的农民呢把尿素作为了肿肥来使用 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尿素最适宜的应该是作为一个底肥 或者是作为一个椎肥是完全可以使用的 为什么说尿素我不建议去作为一个肿肥来使用 就是因为咱们农民在使用的时候 这个方法或者说是标准 你掌握的不好 而尿素这个浓度呢 一旦食用过量 就很容易会导致 那么种子发芽力减弱呀 或者说是幼根的生长 都会受到影响 而导致咱们经常性的会出现一些 烧种或者是烧苗的现象出现 除了尿素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肥料不能够作为种肥来使用呢 本期呢我们也一块来说说 像氯化胺氯化钾 以及是硝酸胺硝酸钾 这些肥料呢 对种子的发芽呢 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或者说是腐蚀的作用 我呢不建议这些肥料作为种肥来使用 所以说呢在农业生产上 一定要避开这样的一些肥料 那么在农业生产上 什么样的肥料可以作为种肥来使用呢 我建议可以使用硫酸钾 好了 感觉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直接点个关注 陕西的一位黄瓜种植户 咨询呢 说他种了两个黄瓜大黄 从去年开始这个肥料投入相当大 可就是这个产量很少 一般像他们当地这个一个棚的黄瓜产量啊 都是维持在一万五千斤左右 但是他这个黄瓜量啊 这个产量一直就是维持在七八千斤左右 而且是经常性的出现这个椰片发黄 或者是涨势特别弱 经过和他沟通交流以后 东宇明白了 他们当地这个土质啊 有点问题 偏杀 因为咱们农户都知道 偏杀的这个土质 普遍存在 比如说漏水啊 漏肥这个问题 很普遍 你就是一亩地 再追上两百斤的这个肥料 如果你不去解决漏水和漏肥这个问题的话 还是无补于事 我们就需要去做一些措施 去弥补这样的一个情况 怎么做 比如说在换插口的时候 你去结合整地去做 把一些不用的拆下来的废旧的棚膜 给它剪成一段一段的 然后呢 埋在耕作层的底部 我们可以挖一米宽 深度呢 大概就是三十公分 这样的一个沟 然后呢 把土清理出来 然后堆放在紧靠山墙的操作道上 等耕作层的底部 完完全全的铺上塑料薄膜以后 我们呢 再开始接着翻地 然后再铺膜 这种做法 不但对于杀土地可以这样做 即使说你对于好一点的 想扰土地啊 我建议也可以这样子去做的 因为这样的一个方法几乎是一次性的投入 长期受益的 这么一种节水节肥的好办法 如果有一些农户 你感觉到平时 这样的一个用肥量特别的大 但是涨势呢 就是差 挂锅量的又少 那么我建议呢 你就去看看你这个土质的情况 是不是出现了肥料 漏肥这样的一个情况 漏水 严重不严重 如果严重的话呢 我建议就可以去采用我所介绍的方法